大家好 今天想跟各位介绍 气象学上的共慢效应 最近刚好玉兔台风的影响 我们台湾北边这边容易形成一个共慢效应的影响时的 雨势啊 风势都会变大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共慢效应 首先打开这个windy的气象图 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上方刚好有个 这个冷高压 这冷高压的行程在周围会形成一个顺时针的风势 新顺时针风势的走向 在台湾这边来就可以看到这是东北季风的形成 这种大范围的高气压 风势在台湾都会形成一个东北方向的一个季风 所以我们说东北 东北季风所谓叫季风就是随着季节的影响 在秋冬季节容易形成的风势就是东北季风 那这时候 刚好在台湾的西南方有个玉兔台风 台风就是逆时针旋转的风的走向 那这个顺时针的风势跟这个逆时针的风势呢 在台湾这附近就形成一个交汇 使得东北季风就会跟着增强 所以我们的雨势啊风势也会跟着变大 这是最近的 气象的图上来解释 那这就是所谓的共般效应 谢谢